梵蒂冈电台讯 教宗方基各2月10日上午 在梵蒂冈克莱孟厅 接见了意大利主教团 爱德健康服务委员会的成员 在第25届世界病人日之际 教宗称病人是教会的宝贵肢体 他们应该得到最大的关切 在当前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 卫生领域既有光明也有黑暗面 教宗首先谈到积极层面 指出我们借助科学研究的进步 可以治愈某些疾病 甚至将其彻底根除 许多医务人员把他们的职业当作了使命 许多病人和孤瓜老人得到了志工们的陪伴 教宗对此感到欣慰 教宗然后谈到卫生领域的黑暗面 说如果有一个领域最能凸显丢弃文化 所带来的悲痛后果 它就是卫生领域 病人若不是医护的中心 其尊严若得不到重视 他们的不幸甚至有可能成为他人发财的机会 这实在太恶劣了 我们要警惕 特别是患者为健康严重受损的老人 患者的病症严重 并且需要付出高昂医疗代价 或他们的病症尤为复杂 例如得了精神疾病 卫生领域的企业模式 倘若不加区别地对待他们 不采取资源优化措施 很可能导致人们被丢弃 优化资源指的是 以伦理和互助的精神使用资源 不损害最脆弱者的益处 教宗表明 政治和管理决策 不能以金钱为唯一向盗 最重要的一点是 尊重每个人不可侵犯的尊严 从人受孕之初到自然死亡 自然的自然之下 自然之下的自然之下 直到自然之下 自然之下